運球走個兩步 這樣子空間的地價 就差不多要900萬 這個號稱全台最貴的籃球場 將要蓋起一座35層樓高的小豪宅 這塊在新一區 低丸區的籃球場 從最貴菜園球場一路演化 耗18年最後總算整合成功 準備蓋豪宅 1000多瓶大小 身價跟著三級跳 從每瓶100萬漲到930萬 算算建商打算用來蓋小豪宅 換算後每瓶超過200萬 現在的豪宅銷售的狀況來說的話 那可能總價相對在 七八千萬以下 那另外來說 比較小而美的規劃 它是現階段市場上面 比較強手的標的 豪宅也有大小之分 原來房市低迷 連豪宅市場也跟著受衝擊 和去年同期相比 成交戶數掉到只剩四成 五都代售豪宅物件超過4000件 更別說一般住宅行情 去年同期總價3000萬以下的 成交戶數是13萬 但今年只剩下10萬 整體房市賣不好 逼得建商只能調整方向 把豪宅改推低頻數低總價 平價宅行銷策略 主打同區最低總價 而非均價 反正就是先把客人哄上門再說 藉由清俊 謝謝您台北商務報導